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读 觉得蛮有趣的 值得我们练习 就是要导出这样一个漂亮的导角 实际上它是一个导角加一个圆角 那我们来尝试练习看看 首先第一个我选前几组面 然后我在这一边呢 先转正好了 我们画一个局形 这个局形原则是设定15 所以我先把它对正 那要对正的话我先画一个中心线 中心线的方式 这个是... 太快了 这个我把它删掉 先画一条 然后我把... 这一个 好,这个把它置中 然后我限制这一条跟这一条是相等的 然后我把这个尺寸改一下 这个是15 好了的话呢,推出来 那这一边的深度呢 它是设定15 15 好,这边它是设定为20 好,这个是设定15 好,这个是设定15 好,这个位置 好,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这一边 这个 15除以2 好 好的,把它推出来 好 这一个好的之后呢 那它接着下来是在... 后面 就是在后面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长在后面的 是前几准面 好,那我把它转正来画 在这边呢,画一个橘形 好,那这边这一个呢 也是一样我把它设定为这个相等 好,它一样是置中 所以呢,我在这边一样 跟刚刚画的 动作很像 好,这边呢 它是设定为25 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边做置中的动作 好了 好 还有这一个 好 好,置中之后呢 我们这边推出来 然后它是往... 后面涨 涨的深度的话是20 好,打勾 接着下来呢 这边它做了一个导圆角 这个R角的话呢 是半井6 所以我们叫圆角 这一个 稍微留意一下的是这一边 第二条的时候 既然要压着 要反正的话 它会设定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设定为6 好,打勾 这边这一个 好了之后呢 再来它这边有挖一个孔 把画面拉近一点 选这一个面 然后直接它是挖一个孔 这个孔在这一边 在这一边 还有靠近这一边 这个孔的大小呢 它是设定为15 然后是完全贯穿的 然后是完全贯穿的 然后这一个是25除以2 这个呢 是10 好,打勾 到目前为止 大致上没问题 接着下来一样是倒角 倒角的话呢 然后我们这边把它改成45度 都一样的 那这一个 倒角的数据的话 它是设定为 倒角为2 好 那它是这一个 一样 好的,之后我们退出来 再来这一边呢 是倒圆角 这一边 要刚刚好的话 要设定为5 好 稍微留意一下 搞不着键一样压着 好 这个滑鼠不大 天滑 所以在转的过程当中 这个中间 竟然很容易就跑掉了 好 这边好了 打勾 好 打完圆角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那接着下来呢 它是要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先把这个去掉 好 所以我选这一个面 然后呢 做主料动作 我把它做 直接画线就好了 好 然后我这一边画线 先画一条 水平线 然后我给限制 限制 这一条线跟这个点 这个跟这个 好 好 它是这样 推出来 然后 反方向 做主料 给完全贯穿 好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求得这一个 好 那另外这一个呢 你再用 呃 建设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 选这一个 然后 做建设 选的基准面是 我印象中是前基准 不是喔 上基准面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求得 这一个 漂亮的这一个角 你可以参考 练习看看 好 就到这边